亞洲大學拼招生 把這項的元宇宙融入了 這個護理學院的課程當中 在這一次大學博覽會當中 還用VR 虛擬實境 學生透過頭戴 顯示器跟搖桿 模擬講解 包括像人體器官等等 也讓學生接軌 未來的這個臨床實習 另外呢 要吸引優秀的學生來讀 新生入學的獎學金 最高四百八十萬 護理系學生戴著VR頭盔 操控著搖桿 看上去像是玩遊戲一般 但其實這是亞洲大學 未來護理中心 最新的虛擬實境學習體驗 採用VR的話 我們可以實際看到 就是器官或者是血管 它前後的就是排序是怎麼樣 用那個AR跟VR的話 就是把書本的東西 變成立體的東西 之後到臨床的話 我會更 就是更能知道 那個東西的真實感是什麼 學生進入虛擬實境世界 解剖身體結構 人體中各個器官脹器 在什麼位置 通通一目瞭然 運用元宇宙教材 真實度大幅提升 虛實整合的一個元宇宙的一個教學的一個情境 他可以提早在學的時候掌握未來未知的臨床照護情境 那可以提早進行準備跟練習 新生兒照護護理系學生同樣可利用平板手機 藉由擴增實境技術 仿佛專業教師就在一旁手把手親自指導 這次亞洲大學在大學博覽會上大秀 AI人工智慧 VR虛擬實境 AR擴增實境 最新科技 跨領域合作 運用於教學成為亮點 我們有非常完整 課後免費的這個證照的這個輔導班 絕對能夠讓你在大學畢業之後 這個英文的程度會突飛猛進 我們更希望有優秀的一個學生 所以我們提供高額的獎協金 有三百六十 只要你是滿級分 第一次驗填亞大 我們就可以得到 亞洲大學暖映實力 有目共睹 搶人才祭出新生獎學金最高四百八十萬 學校也普設免費英檢班 國考輔導班 加強學生職場競爭力 明日新聞台北台中綜合報導